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WebDuno的三大雲端平台 它目前主要有三個部分 左邊這兩個 這個在我們簡報的第幾頁 簡報的第24頁 你可以同步切到那邊 你可以同步切到那邊 我們的簡報第24頁那裡 首先呢 它左邊這兩個 左邊這兩個是不用註冊就可以用的 因為它有所謂的基本的 Blockley的基本積目 WebDuno它的開發介面 除了說你可以自己存coding以外 那它雲端的這個平台 就是讓各位直接用積目的方式 我相信大家現在應該都知道 我們那個本來的107課綱 現在是變108課綱嘛 裡面有一個運算思維 就是很多學校會教什麼 像是科學區啦 之類的這種積目式的程式 讓小朋友去學習 各位大學的也是可以學好嗎 這樣比較有成就感嘛 好 所以呢 它這三個都是屬於積目式的 好都是積目式的 那它使用的是Google的Blockley Google的這個開源的一個編輯環境 所以也會很簡單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左手邊這兩個 這個它Blockley免注射 它有提供比較常用的這個積目程式 那第二個呢 因為你今天也沒有辦法把東西帶回去嘛 所以如果你回去就覺得有點難過 想要過過肝癮 想要過過肝癮 有模擬器 自己可以在電腦上就可以玩 好就可以先玩一下 當然模擬器的內容沒有那麼多啦 所以說 當然有些東西做不到 但是也有東西 蠻多東西還可以在上面做的 好這兩個都是免安裝的 都是免安裝 那麼如果你要比較完整的功能 就要跑到什麼 右手邊這一個 右手邊 這個它的雲端平台就需要註冊 好就需要註冊 那裡面呢 現在除了原本各位看到這兩個以外 也就是說除了有積目 最完整的積目程式 你也可以進行裝置的管理 那為什麼要特別做這個動作 因為未來的話 各位既然物聯網方便了 科幻情節就會產生 你在家 別人也會跟你在家 蛤 它有可能會進來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裝置 就安全性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的裝置管理 未來在這一塊 就是它可以控管比較多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各位你要做 所謂的韌體的更新 因為其實這些東西 都會不斷的更新 所以韌體的更新 你就可以怎麼樣 透過這邊來進行 在線上直接進行 這樣比較快 另外呢 在這邊 現在其實還有兩個 我沒有抓進來的 就是在這裡 也有模擬器 那以後這個模擬器 目前是一樣 但以後這個模擬器 也會功能比較多 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你想要寫什麼 給手機的APP跟網頁的 就是行動裝置用的網頁 這邊也有一個 這邊也有 所以現在的雲端平台呢 它總共有四大功能 有四大功能 所以這個是先讓大家了解一下的 那待會呢 我們就先從模擬器開始 可以嗎 你點到這邊 拜託各位一下喔 請你在這裡 不要那麼辛苦 把它反白起來好嗎 點了 下面就有一個超連結可以按 這樣有沒有看到 好 所以你點它一下 點它一下 在這裡點 這樣就可以了 就會打開這個模擬器 應該在這裡 會打開像這個樣子 我把它放小一點 這樣有沒有看到模擬器的 好 那個介面 在這邊